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开直播啦 哈喽兄弟们晚上好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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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看一下 直播间标题好像 来不及改呀 看DSR一起 太早了 我突然 打完了 我看那个训练赛今天晚上训练赛打完 然后看那个 看那个DSR已经还没倒 那个还没结束嘛 第3吧 刚开始 哈喽哈喽兄弟们 别看了 学不会 别说了 我要 什么学不会兄弟们 我可以学的 我可以学 哈喽哈喽 晚上啊兄弟们 下一个选了读音笔 OK 下一个选了读音笔 哈喽哈喽 版本答案飞机啊 这个直播间标题是 刚改的 忘记换了 忘记那个 等一下吧 这个要等5分钟好像 下不能改 我刚测测 找到HOP了吗 HOP 还好吧 昨天还好 可惜可惜 昨天又不是那个什么之前打W什么RT被爆弹 可惜 有点可惜有点可惜 差一点点 有点可惜 哈喽哈喽兄弟们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晚上好 又看到HOP了吗 HOP早就看到了 希望 早就看到希望了 这个无所谓 哈喽哈喽兄弟们 哈喽哈喽 晚上好 我看今天那个 TS打IG 我看那TS一场发条 他们这把一场发条很恐怖 我真的觉得 他们可能知道选发条 班 夏皇选发条 Rookie会选那个辛德拉 我看那个比赛现在最近辛德拉全输 我看那个NZK那边 好像好像今天NZK赢了一把 那个 DRX好像赢了一把 最近辛德拉好像没赢过 等一下啊 主要是今天晚上有去联赛 我也是后面 才知道今天有机会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 我以为今天前面的比赛不会2比0结束 就是 3点跟5点的比赛嘛 主要是3点跟5点的比赛都是2比0结束 结束得很快 所以7点的比赛就7点准时开始 如果前面都打了 我可以看 那个TS打IG的比赛 本来这么想的 就是如果前面比赛 2比1 前面的两场都是2比1的话 7点比赛就是9点开始嘛 这样训练赛打完差不多就可以看了 但是还只能说前面比赛结束太快了 哈喽哈喽谢谢QQ小姐送了100个某天轮系钱 所以我本来想 等到这个 这堂比赛结束开直播 但是反正就开直播跟学友聊聊天 看看比赛看完再打排位也可以 所以我就开了直播 今天好帅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你 今天晚上要玩飞机吗 版本答案找到了飞机 但是 看吧 我看那个昨天RNG打EDG也是 Crime玩了飞机 很猛 飞机打少皇 前面对线输到6级 但那把好像我觉得是少虎打得好 少虎那个那两波团 在这里然后红buff那个草 那两波团直接 团灭 这边直接叽叽 少虎真的是 上路的神 少虎真的是上路的神我发现 永远的神 怎么改不了标题 昨天可惜也是啊很可惜 昨天真的差一点点 最后一波团杀了那个小炮 我们都不赢了好可惜 差一点点 一滴血 运球去运球去 我觉得这把阵容TS已经赢了 说实话 说实话 TS已经赢了 说实话 我怎么改不了标题呢 结束 我不会结束 我不是结束 我今天只是来跟你们 聊聊天看比赛 看完比赛我就正常打排位 我不是结束的兄弟们 你们想听结束你们去看那个 官方结束官方的直播间 我只是开直播跟学友一起看看比赛 聊聊天 我本来想等到这个这场比赛结束开直播 但是 看了一下好像 算了还是开直播吧 好可惜 最近但这RA真的打得很好 我发现 RA前面的节奏 怪不得他们现在七连胜 他们前面比赛好像 那前面几场比赛 都是前面赢两千三千 RA最近打得很好 想我们了吗 还好吧 还好 也就一天 也就一天 昨天没有直播 前天不是直播了吗 啥时候放假 我们13号 13号放假 RA真的是很猛 卧槽 我觉得RA是真的 真的很猛 RA不狠吗 其实我这个是 这些 什么时候说的 那个德马下杯 去年德马下杯 就跟你们说RA不狠吗 把把当下下落 RA不狠吗 贼变态 太变态 TS这把赢 TS上第几名啊 好像这把TS赢了 我看那个REG好像是6-2 好像是6-2 终于可以搞个表题了 这个前面如果改了一次要等10分钟 中间有那个 要等10分钟才能改 我前面改的那个 版本档案找到了 魔宗飞机 然后 然后上厕所 我的妈呀 我看别的张队都在玩人马 都在赢 人马也是这版本 我觉得版本档 说实话 我们是玩人马 输了两把吗 都有点可惜 我看别人玩人马 都在赢了 今天我看那个 丑比兄弟们 我看今天丑比 完了那个 中单赛恩也输了 完了丑比上当了 说实话丑比真的上当了 不要学我 真的 丑比有时候 很奇怪 他们今天那个 HLE打尖技 第2把选了 小炮 瑞尔 赛恩 圣 打也是 打也是什么英雄来着忘记了 看一下 我第2把 欧拉夫 圣 赛恩 小炮 瑞尔 全AD阵容 我那个第2把阵容我看的头都晕了兄弟们 哦 头都晕了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选 好多人看你直播 他不是看直播选的他只是 不是看直播 他其实在格力分的时候也是一直 讲就是我选什么就 他会选 然后他也会问我 就这个英雄怎么样 那个时候是中单 就那时候也网过中单赛恩 然后也网过中单螃蟹这种 然后后面不是去了 现在在A7LE嘛 然后去年在DRX 也是 但是 这版本中单赛恩 我当时也跟你们说了 赛恩这个英雄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阵容真的 要看阵容 你要看阵容 我们后面找到 那个 我们后面知道比较适合那个 怎么时候可以出赛恩的那个阵容 比较 怎么说呢 反正这个 我只能说他们玩的比较少 现在不知道什么阵容可以选赛恩 什么阵容不能选赛恩 哪个英雄要配赛恩 我们也是输了之后才知道后面 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吗 后面输了之后才知道 丑比一直 我经常跟他聊天啊 丑比经常跟我聊天 之前在格力分的时候 我们 突然 就是什么 知道的 但主要是 那个时候最亏的 知道是什么吗 他玩的英雄 我学不会 我玩的英雄 他都在学 中单奥文 中单赛恩 中单螃蟹这种 妈呀后面知道 学亏兄弟们 后面知道 跟他们打 我们这贼亏 他玩的英雄我没办法学 我玩的英雄他都在学 真的 我们打了一天修炼赛 第二天他就是用我第一天玩的英雄嘛 我说我玩的是 还剩那几个但是他一直 我那时候气死了 年轻人选英雄 真的是 年轻人真的是 练英雄贼快 我 那时候心态爆炒 那不是你的问题吗 为什么 你为什么没办法学我是老人 哎呀他那时候玩的英雄没办法学的 那个时候格力分玩的英雄真的是没办法没有办法学 他们玩什么什么眼雀潘胜这种 下路玩眼雀潘胜打野选资助 不是比赛那个决赛选过的那个阵容吗 决赛选过就选了那个阵容眼雀潘胜资助 然后什么 反正他们玩 那个时候只有格力分可以那样选 别的队不能选然后他们选了他们也输 他们 他们选了之后他们也输了 贴死打IG 我觉得这版本 小炮真的是 版本答案就是小炮 谢谢CC妹妹送了100个飞机谢谢 AD的话版本答案就是没有凯撒就是小炮 小炮这个英雄太猛了 小炮这英雄选出来好像 没有输 很难输的这个 如果两边队伍是 实力是差不多就55开64也好 55也好 反正这个英雄选出来打到后期真的是很难输 这英雄手太长了垃圾英雄 妈呀我昨天玩 蓝宝被小炮搭下我心态爆炸 他直接跳下来我直接没了 垃圾英雄垃圾英雄 然后那个W贼变态 因为他那个W兄弟们 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牛 那个不是人马恐惧他还能他跳走 然后人马撞他也能跳走 这什么英雄啊 那个W我觉得小炮真的要被学那个W真的要学很奇怪 昨天小虎的上单小炮呢 小虎 小虎太猛了 我我我现在是小虎的粉丝 我现在真的是小虎的粉丝大哥知道吗 我看他可以单枪吗 我 有点可惜 我看他这时候都不放大 我以为他要放大呢 我现在真的是小虎的粉丝兄弟们 小虎太猛了 哇 小虎贼吗 不是 他那个什么 伤单 现在他玩过伤单 露西安伤单小炮 打纳尔是吧 下一个就是伤单 维恩吗 下一个是不是维恩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下班要选什么英雄 他这完本 这个赛季是不是要玩20个上路英雄啊 小虎太猛了小虎 哇 我是小虎的粉丝 他这个赛季打了8个MVP 永远地神 我昨天真的是那三把 他现在玩过伤单发条还玩过伤单新的啦 我说的是打纳尔 他用过那个露西安还有 露西安杰斯 小炮都选过 我觉得 下一个真的是 下一个不会是伍恩吧 下一个不会是卡丽斯塔吧 有可能 他不会多多练卡丽斯塔然后 到时候就选卡丽斯塔上楼 有可能 卧槽 你比赛别玩兰博 玩兰博没赢过 说啥呢 上一次不就是用兰博赢的大哥 哎哟跟英雄有什么关系 别乱说大哥 跟英雄没有任何关系的 昨天可惜 昨天确实有点可惜 哇操好可惜 心态越来越好今天都敢开直播 我本来昨天想开直播 昨天如果 发现那个我的外卖早点到的话 昨天吃完那个吃完外卖昨天晚上就想开直播呢 想啥呢 昨天又不是被报答 大哥 昨天就是可惜局 差一点点有什么好说的 又不是输给一个什么 不能输的队啊什么 他们也是厉害的队伍 RA向七连赏 我昨天说了就觉得 哦有点可惜 我们就再打好一点可能就赢了 也没有别的想法呀 就是有点可惜 我真的我发现 像这个版本 选了小炮 他们就是硬托 不打就不打 小炮就是来吃肚成的 这英雄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那个推塔太快了 啊真是个垃圾英雄 他那个一塔然后咚咚咚咚 我那个昨天玩了一把终端小炮 咚咚咚咚 那个爆破咚咚咚咚咚 谁嘛 这个怎么怪 不是怪外卖我的意思是 我点了那个外卖一小时三十分钟大哥 我点了一个杂鸡 10共0 一小时三十分钟 我等太久了 我昨天回来 先看昨天的那个三把比赛 然后吃外卖 然后想开直播 好像11点多 因为昨天那个RNG打EDG 不是打满了吗 打到最后一把 然后我们打RE也是打到最后一把 所以我想 我本来想看完那个RNGEDG比赛 就想开直播 但是呢 主要是他们打太激烈了 然后打太好看了 然后看完发现 我们的比赛还没看呢 所以我看了我们的比赛 然后后面就是11点半了 来不及了 主要是昨天RNG打EDG比赛 太好看了 就我们打RE比赛 昨天也是挺好看的 昨天我们的比赛跟那个EDG 那个5点的比赛跟7点比赛 都很好看 都很精彩的 打得很激烈 说实话 但是 反正我发现 小虎真的是上路的神现在 我怎么感觉这个赛基真的 小虎要拿那个常规赛MVP了 这么看的话 小虎 主要是他玩的英雄 都是能压别人 我们 我们挺好看的呀兄弟们 我们那个前期阵容中后期打团 打得那么那么好 其实也是蛮好看的 不要尬黑了 妈呀昨天我们那个阵容那个 中后期 中后期那个打得那么好 其实 很好看的呢 别尬黑了 大哥 想啥呢 小虎是真的蒙我发现 是吗 没事 还好小虎去上路了 我不用跟小虎对线 小虎如果在中路的话 不是要跟小虎对线吗 小虎今年这个状态 我不想跟他对线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 之前RNG 19年 你们知道吗 他们中商喜欢欢线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知道了 他们就是19年开始喜欢那个 妈呀 我知道了我那时候跟狼行 我有一把决赛跟狼行对线 那就是压缩操 想起来了 好烦 就是那把跟那个小那个狼行对线然后被F6单下 被冲了 那个被F6单下就被冲了一年 被骂了一年 这版本我觉得大面具不厉害 所以大面具加强了下一个版本 我看大面具下个版本加强了 这个卢卡斯 这不是死了吗 完了还杀了兄弟们 98k 卧槽 369 哇 太猛了哥们 我这么猛的吗369 我 这 我这不 这怎么越谈呢 有大的人吗 这一波了呀 有小炮这 小炮百分之百一波 我只能说有小炮推塔聚集八块 真的 有小炮推塔聚集八块 一波了一波了 这么猛的吗大哥 我的妈呀这怎么就越谈呢这样就一波了 这样就结束了你们我说了没有有小炮就拖达30分钟 就等小炮装备 但这个其实也没有等到30分钟 小炮优先机很高 像我看那个全世界有些LCK那边 小炮优先机挺高的 好像LCK那边是用卡丽斯塔打小炮 我看那个LCK那边是用卡丽斯塔打小炮 这样就结束了 越一次人马就没了 你们看到没有 如果这个ADC 但我跟你们说下个版本更夸张 下个版本还有一个金科4 下个版本还有金科4 你们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版本 真的是 如果队友快要死了就直接卖了不要回头就卖了直接让他 让他死 不然 都死了就真的被被一波 推塔太快了现在 现在你这个游戏 你 AD什么金科4 少炮 推塔就一秒就没了 还有个杰斯 他们为什么在笑 你说 他们吗 我怎么知道 他可能是关系比较好吧 TS的选手跟IG选手不是关系都特别好吗 李哥今天在直播啊 我昨天真的兄弟们 我就是看完这个第三把这把决定就完那个废机 要打废机了 我看那个crime的废机 这把是我跟你们说了是小虎打得好 小虎那个 就这把我给你们找一下 这把 就这把 这把小龙团 这把 这把 这把还有的红buff那把 我后面看的时候 不是 飞机打沙皇被压了30刀 这样的话正常来说不是沙皇因为沙皇也是后清熟吗 沙皇后清熟打团贼吗 但是呢 飞机有炸药宝的时候打团是真的吗 RNG现在是怎么打呢 就是我发现 他拿飞机 然后有炸药宝就是有扫龙有先锋的时候拿炸药宝 但是这个可能是 只有RNG可以这样玩 因为RNG比较喜欢运营嘛 有扫名 然后他们比较喜欢运营 到后面看了就决定 我要打飞机了 我今天 晚上 就要打飞机了兄弟们 别说了我就 版本档案找到了 报答独音币送了100个飞机 熊猫送了100个飞机 谢谢 真的 我要打飞机了兄弟们 别说了 我要学crime了 我现在你们可以叫我第2个crime好吧 第2个crime 我要不要直播进标题改一下 第2个crime 小crime 谢谢报答独音币送了100个飞机谢谢 真的兄弟们 我要打一天 版本档案找到了 谢谢S又送了100个飞机谢谢 感谢老板送了S又送了100个飞机谢谢 报答独音币送了100个飞机谢谢 哎呦你们在说啥 我说硬说 我说跟你们聊天真的是了不下去了 哎呦我说跟你们聊天真的是了不下去了 哎呦真的是我希望是 学友正常一点谢谢 我希望我直播那学友正常一点谢谢谢谢 昨天RNG跟EDG都是9-1 你这个赛季 真的是 你要第2名的话你要你要前三 前三也没有用 常规赛一定要第1跟第2 因为第3名跟第4名都一样要多打一个BO5 但是第1名跟第2名就是保底 第4你就在那个 第1场就是打那个半决赛嘛打4场的 所以 现在都在 那个都要那个进 所有战队都想正去第2 不是第2前2第1第2 昨天RNG打EDG是 我看了就知道啊 确实很猛 我们现在可能这个状态是不配 第1第2 我看了那个昨天RNG打EDG的比赛就知道啊我们这样这个状态确实不配第1第2 我们要多加油 嗯 加油兄弟们 加油加油 等一下啊 版本答案找到了 魔众飞机 我先直播进标题看一下 我就是第2个crime 谢谢老板们的飞机老板们的办卡非常感谢谢谢老板们谢谢谢谢 谢谢老板们的飞机 哦他们打的真好 真的 主要是他们的小团什么打团配合 你也不知道就是 比如说RNG第3把 我都觉得第3把已经输了因为前面就那么惨 先锋团输了嘛 前面上我们那个先锋团就差不多已经减 我觉得已经点了 因为我觉得 飞机打下团的优势在 飞机拿了那个扎压宝的时候就有扎压宝的时候控那个先锋控小龙 但是你拿了扎压宝 4打4 5打5 3打3打不过的话 就飞机的优势就没了 但是 我刚说的那个小虎下路那部团 然后红buff那部团那两部团打一直接GG 我今天就上飞机了 版本档找到了 其实我偷偷玩了一把飞机你们知道吗 我偷偷玩了一把飞机然后发现 这个英雄确实挺猛的 主要是11.5的飞机我听说更猛 魔踪加强了 我听说魔踪加强了 然后那个飞机打招CT不是很快吗 好像平A的那个伤害就额外伤害被削了 但是那个技能打到人的时候 好像我也不知道百分之多少反正是 挺猛的 我就变成那个我现在是 呃 我就玩飞机 今天就玩飞机 小帕也可以小帕其实挺猛的 反正玩这两个英雄你们知道吗 都要扮人马 人马真的是 现在你们发现没有 比赛全都是玩人马的 全都是马 妈妈爱你 我这部踢下去直接爆炸 哎我发现真的TP不能用来救人的 这个是真的 你打牌不是你打牌 你打不管是比赛还是排外什么的 TP不能用来救人 比赛的TP每次用来救人就是 队友被开你想救队友 用TP 百分之九十九是亏的 没有是 没有一波是赚的 除非对面就是运营送 对面运营 但别人都踢下来了 大妈还不走想送头 才会死才会打到人头 比赛TP不能这个救人的 你们看这不上路对线直接结束了 妈呀这怎么玩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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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马颗列瑞尔 三个嘛 这个 谁打出出呢大哥 中单小炮吗 中单小炮脱皮玩过一把然后 后面就不玩了 脱皮比赛 算了吧别说了这个可能有人说又在嘲讽什么什么 我不在嘲讽 但是 脱皮比赛玩过一把小炮 然后就是打少皇打DK 他对线赢了很多 但是打团每次飞他就是第1个死的那个 每一波团他就是飞过去第1个死的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 飞机是打少皇的 但11.5少皇没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兄弟们 飞机都是康的少皇的吗 但 现在没有人玩下皇啊 11.5 下皇W跟大招好像全都被削了 像下皇好像很难推到人那个大招 那个大招距离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 你们看这个人马这个马这样可以当下别人 版本打人马 马 我昨天回来 我开个知定义 偷偷那个玩个篮博 放了100次大招 我最近篮博玩的比较少感觉篮博大招放的有点问题 没有 没有之前那么厉害说实话 前面前期什么对线什么处理的都特别好 但是 我觉得我大招最近放的有点问题 所以我昨天开了知定义放了100次大招兄弟们 昨天地图都被我昨天地图都没了被我 烧美了 那个英雄联盟那个地图都没了兄弟们 知道吗 蓝博烧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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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那个那个 地图坏了 这个游戏 地图小一半 谢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谢谢啊感谢老板谢谢谢谢 感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谢谢 谢谢谢谢完了 卧槽我玩飞机对面中单是录像我要被他报答了 你们知道飞机被录像扛他吗 这个不是找借口这个是真的 我跟你们说飞机是打不过录像的 卧槽我要打录像 最后一波团是有最可惜的对 我只能说我小胖玩少了 最后一波团我只能说我小胖玩的少了 我能知道他可以那样W跳走 我不会那样放他 我最后把对面是想要收到份